今天11月9日,星期二 近期看到美股的势头很壮,也很强 道指、纳指和标普不断藏历史新高 反而港股的势头持续偏远 有时看到这一点,真的没什么心计 但怎样也好,都要看 先看看昨天的市况 恒生指数昨天先低了127点至24,743 之后曾经一度反复而低见24,633点 亦一度厚抽到24,837 整日大部分时间都在24,78点拉鞋 升就升不到,跌就跌不下 恒指最后收在24,763点 相对上周五来说,轻轻跌了106点 成交今晚持续偏梭,只有1,219亿 继续上来说,11月份仍然是先高后低 指数暂时来说,依然是由2号高位25,639 跌至昨天的低位24,633点 但106点的波幅未必能够满足整个月的要求 加上一个月的高低位 一般来说,不应在五个交易店内出现 换句话来说,假设先高后低形态不变 恒生指数仍然有机会进一步向下 找到今个月的低位 但反过来说,市亦存在一定的变数 因为今天仍然是11月9日 11月份仍然有很多交易 技术上来说,会不会像10月份那样 慢慢慢慢扭转成为先低后高 我们儘管提一提 但现在市场的气氛的确是相对比较保守 内房的债务问题衍生出来的情况 似乎越来越令人担心 所以大部分投资者入市的意欲和信心 这一刻都不足够 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办法令到资金提震 年代比较强势的汽车股 包括比亚的在内 都开始高台有点反复 所以在这个市况当中 最好都暂时是忍忍受 顺带再一提 如果你做一些短线的部署 买到售货 可能现在的幅度未必有8-10%的上亡 可能只有3-5% 即是在很窄幅度来做一个短线的部署 你应该采出的策略就是 3-5%你都要考虑成户 反过来,一个不对板再反复 可能又会输3-5%给他 我就当大市不会大跌 即是有吃不吃 到最后可能摄底的都是自己 中线的部署 老实说,手上已经有不少货 现金仍有 在这样的环境 你又不知买了手货还要坐多久 如果真的买到自己 没有了现金 整个手货 那时候自己就有很大的压力 索性就是 不舍得沽也有得去 剩下那些资金 就不要投放下去了 直到市场气氛摆脱了不明 开始撞了 有少少苗头看到的时间 那部顺风车来了 我们才考虑上不上车 现在这一分钟 买来搜买来坐 我都不知你何时走 挨家就无谓了 尽量保留现金的手 就比较好些 升线 今天有一只衍生工具 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领展Colin28824 领展近日都在海外收购了一些资产 情况是怎样呢 我们以后再作分析 Colin28824行使价是73.8.8 到期日是2022年4月 其实都比较长 有效杠杠约是8.7倍 领展昨天收在69.7.5 28824收在2.9 让大家参考 假设领展上到73.5 这只28824的Colin 是有机会见见0.455 前代的升幅 若果有57% 反过来 如果领展股价再反复 而低见67.5 28824的Colin 亦有机会低见0.195 前逐跌幅也有32.8% 相关的资料是由升展提供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资料 卡入升展的网站 就看得很清楚了 感谢观看 你也知道更多资料 没有那么多资料 但是你可能会有点资料 就是更多资料 做到一半 使用更多资料 在这里 最后